介紹一下我們同園 該介紹同園 她是姓琪 配首姓琪 然後這位是我們的凱中 我們的吉他手 她很年輕 你現在幾歲 22 22歲大五 我還在唸書 我快畢業了 這個 等一下 這個東西那麼大聲幹嘛 沒有 我講一下 沒有 我問一下而已 可以大聲的 今天講 沒記錯的話 我們前面這一排都讀滿久的 對對對 今天 你還好 你跟我們還有一段距離 你還好 我們都讀很久了 我讀到大七的時候 剛被嗆一下了 剛才被嗆一下 我來這邊好 你看那個學長 我幹 你知道他講什麼 幹 繼續 到午夜 再讀 再讀 對 好 好 好 要不要繼續 我回去繼續讀好了 看整團那個大學加起來可不可以讀個 40年而已 對啊 好 我繼續介紹齁 我差點被拉走了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和聲跟program 我們的阿剛 然後我們的鼓手賴鳥 鳥鳥老師 可以找他學鼓喔 然後我是阿東 謝謝你們 接下來 要唱 江東 陳明 多久 我們多久沒唱這首歌了 上次唱的時候是我結婚的時候 我現在小孩子個月 可是在你結婚在之前也是很久沒唱的 很久沒唱這首歌 我上一次結婚的時候 我老婆沒有來啦 他在哭小孩 這首歌叫做直直飛 很久沒唱的歌了 我覺得還是講一下好了 我昨天 一直想到這種時候上來講 好好好 因為我昨天 這個很感人啦齁 我不要講笑話 可是我昨天 你在背面贏嗎 沒有啦 真的真的 我昨天 我女兒發燒 她十個月 然後帶她去台中零星醫院 就她說幹 她說她肺炎啦 要住院 然後我就東西搜一搜 那時候鳥哥跟阿剛在我家 然後 然後 假的 我被你騙到了 然後他們就在 關A片之類的 然後關一關之後 我就說我先出門了 然後我就帶她去那個 中國醫急診 結果她 還好她後來說 阿剛就沒有肺炎啦 阿幹 那個零星醫院我不會說 所以大家如果台中住 就是不要去零星醫院 等一下 這段故事的重點是 叫大家不要去零星醫院 不是啊 重點是 我昨天那時候真的很難過 我那時候開車講說 阿幹 她才十個月 那麼可愛 然後有兩個人在你家看了一片幹 9.3公斤 我說有兩個人在你家看了一片幹 沒有 他們在掛那個錄音的東西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首歌其實還滿有意義的 因為那首歌 當初在寫的時候是寫說 其實我們玩音樂還是什麼的 家人不認同嘛 就要直直飛啊 然後就長大了 然後不被什麼 不被安排說過這一切這樣子 然後我昨天自己女兒這樣子 就是要肺炎要出醫院 不知道多嚴重 因為我阿嬤是死於 就是類似肺炎的症狀 也是彰化性醫療師 那個疏 疏 所以彰化 圓領的省力 醫院不要去 幹我醫療集團都要扯了 現在要哭還是要笑咧 欸 我忘記我阿嬤說 啊對然後我就覺得幹 那種自於當爸爸的心情 然後就覺得說 嗯 寫這首歌 幹真的是還滿急白的 呵呵呵 以後我如果想寫這首歌給我的話 我應該會 好啦 還是會很感動 好要趕快唱了 好好好 這是回復感動好了 對我再補充一下 這首歌那時候寫的時候就是 大致上的情況跟他講的不一樣 因為 有一些家庭呢 你的爸媽其實是很想支配你的 他會認為說 你長大要當個公務員 好好賺錢 發大財 然後 之類的 他希望你未來做一些他 他認為對的規劃 可是 嗯 各行各業很努力的 我們都一直努力在自己的理想跟夢想上面 那這首歌其實就在講說 就是大家就直直飛出去 我們不是 不顧家庭 不是不顧你們 只是時候還沒到 我們還沒回來 送給大家直直飛 嗚呼 嗚呼 嗚呼